各位网络上的朋友你们好 很高兴在这个原地 再一次给你们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想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时常会遭遇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是 有人来羞辱了我们 有人得罪了我们 虽然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说 或者口头上我们说 好 我饶恕你 我原谅你 但是却总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面总还有一个东西过不去 我里面好像还有一个东西 把我绑住一样 又有时候 我们好像被一些工作 被一些繁杂的事情 压着喘不过气 好像我们不把这些事情做完 这些事情永远在后面追赶着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用到一个词句 叫做释放 什么叫做释放 释放就是释怀放下 释怀放下就是 当我们真的不能饶恕人的时候 虽然我们口头上饶恕了 但是我们心里面 我们真的要全然的释怀 当我们在碰到工作的重担的时候 我知道 我今天需要休息 我就完全地把这个担子放下来 休息 稍事休息以后 我明天再继续往前走 感谢主 今天贺宗林长老要在我们中间 今天要以加纳太书为基本 来跟我们分享 如何过一个全然释放的人生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之前 让我们用下面这首诗歌 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 起安天 何等感天 我醉的生命 天我世桑 天我世桑 尽被寻晦 下眼睛的看见 天我世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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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我精睿 时我心的安慰 出现只是寂寞轮回 真是何道往回 各位网上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大家平安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从今天开始 有一系列的信息 我们想要用迦纳太书来看 如何神的恩典 在基督徒身上 让我们能够得到 全然释放的人生 我们今天第一讲 我们准备用迦纳太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五节 一共五节的我们题目是 信了耶稣还有自由吗 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 因为我认识很多的朋友 他们跟我讲说 他们没有办法信耶稣基督 因为信了耶稣就不自由了 医生本来很喜欢做很多的事情 不管是抽烟还是喝酒 还是打麻将 都不能做了 所以信耶稣好像没有自由了 其实这些朋友以外 在历史上 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叫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也同样经过历史的挣扎 他自己说 他在快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说我好想信 可是我不愿意太早相信 最好不要现在信 晚一点再信 那么他因为过了一个很荒荡的人生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挣扎 他不愿意放弃 他自己认为是享乐的人生 所以他不愿意信耶稣 他认为信了耶稣基督 他的人生就没有乐趣了 后来有一天 他在花园里面 听着小孩子在那边 一直跟他讲 在外面玩 他们就一直讲一句话说 你打开来看 打开来看 他手边刚好有罗马书 他就打开了罗马书看 他一下子就看到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 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三节 讲说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厌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真心嫉妒 突然之间 奥古斯丁就觉得说 哎呀圣经这个话是对他讲的 认为信耶稣基督 要放弃这些东西 是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呢 我还认识一位朋友 那时候是朋友 现在是我们的弟兄 他姓陈 陈弟兄 他的太太一直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那么他自己就知道 基督教讲什么东西 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 你就可以得到永生 那他觉得这个两千其美的方法呢 就是我好好地享受人生 我临死的钱 我就信耶稣基督 这样我又可以上天堂 在地上又可以享受我的人生 他就一直抱持这个信 有一天 他在街上 一个大街上 开车 那个街的中间还有安全岛 突然之间 他开车的时候 对面一辆车子 创过安全岛 跟他对创 他就马上昏迷过去 身上骨头什么断了很多 等他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说 要信耶稣基督 不能等到最后一刻 因为我们自己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变成我们自己最后一刻了 那么感谢主 因为这位陈弟兄 后来就接受了耶稣基督 后来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的侍奉 我们看加拿大书 加拿大书 我们刚刚讲的 它这个主旨是 自由是讲说 一个释放的人生 其实释放的人生是什么呢 就是在因为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主的恩惠 使得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自由 什么叫做自由 很多人说自由 我刚才已经提到 有些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 信了耶稣就没有自由了 因为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不能打牌 什么都不能做了 那我们仔细想想看 什么叫做自由 有的人说 自由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就是自由 那有些人说 这不行 因为你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不能随便想杀人就杀人 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就说 其实自由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我不想做什么 我就能够不做什么 那就叫做自由 那是自由吗 有些人说 其实自由很简单 你不是奴隶 你就是自由的人 所以不是奴隶 就是自由 我在这边 有一个插图 就看到美国的 在纽约的港口的 那个自由女神 很多人到美国来 从欧洲来 现在很多从亚洲来 在历史上 这么多人到美国来 有一个目的 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其实这个插画 是美国人自己画的 你就看到 自由女神手上 本来拿那个自由的火炬 现在这些火炬 被加了一大堆的枷锁 各种的要求 所以其实美国真的自由吗 也是这个 我们可以好好去思想的事情 那我们讲到自由 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问一下 那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相信了神是自由的吗 一个自由的神 是不是他什么事情 想做就可以做呢 神是不是什么事情 都可以做呢 其实我们至少知道 神不可以犯罪 所以神至少有一件事情 他不能做的 就是他不能犯罪 那么他不犯罪 他不能犯罪的话 神是自由的吗 其实这个问题 在逻辑上 有个基本矛盾在那边 神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按照他的本性 他是不会愿意去做 犯罪的事情 所以你去问他说 神啊你能够 你能够犯罪吗 其实神是不愿意去犯罪 所以什么叫做自由呢 按照我们看 我们的神 他是自由的 因为按照神的本性 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都能做 那不是按照他本性 你要说 你能不能做那些事情 其实那跟自由 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看完神以后 我们来看看 人是自由的吗 我们人出生的时候 是自由吗 我们看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人出生的时候 又自由吗 第二个是说 人在后天 有没有受到更多的约束 那么在这些约束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约束 是不是才是真的自由 我们从三个方向 来看这个事情 第一 人出生的时候 有没有自由 有什么自由 其实 人一出生 就没有自由 因为一个小婴孩出生的 他是完完全全 要依靠他的父母的 一个孩子 在父母的照顾之下 他自己没有什么自由 他要依靠 他不能靠自己 做任何的事情 当然在美国 父母亲养孩子 他们的责任 是到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以后 到了18岁了 美国的父母就说 以后是你自己的事情 因为你成人了 当然在中国不一样 我们受恐梦教育 所以中国的父母亲 要带领孩子 让他们能够大学毕业 甚至到研究所 父母亲都一直在里面负责 那么孩子就更没有自由了 没有自由的时间更多 事实上 任何一个人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许许多多外在的加索 加到我们人身上面 你看看我们人 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需要很多的其他东西 我们需要有钱 你没有钱 你有自由吗 我们需要有朋友 没有朋友 你孤单 你有什么自由呢 我们需要有权利 有些人就是 医生所想的 就是往上爬 因为有权利 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也要社会上 要有地位 因为你有地位 在人前看起来 觉得你很自由 或者你要有学位 因为学位是地位 跟权利 跟财富的垫脚石 当然今天 有一个很有名的事情 你今天要教男朋友 尤其教女朋友 女朋友常常就会问 说你有房有车 有房有车 是很多中国的女孩子 看男孩子的一个价值 你没有房没有车 你就没有价值 你没有自由 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去追女孩子 当然有些人后来长大了 他有更多的事情 他依靠喝酒 他天天要去喝酒 或者吸毒 或者去看网上 常常有看到色情 也许网上以外 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色情 有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别人的脸色 甚至有些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靠食物 吃东西就能满足 中国人其实 见到面就说 吃过了吗 吃过了吗 为什么 因为食 食物 吃东西在中国人里面 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人生 好像都是被 这些外在的事物所控制 像我们 说信了耶稣 想做的事情 都不能做了 以为这个叫做自由 原来做的事情叫自由 其实这些事情 都是捆绑了我们自己 是一些枷锁 它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由 人 不光是这些东西要需说 其实我们的情感 我们在后天上 我们的情感也没有自由 我们自己 常常没有办法 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知道在人相处 在公司 在上班的地方 或者在学校 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压迫自己的情绪 但是 常常也会 无缘无故的 就很紧张 有时候是有缘有故的 会紧张 因为你要 变到一个难关的时候 你不自然而然 你会紧张 你这个紧张 你能放松下来吗 其实也是 不能够控制自己的 那么有些人更厉害 好像刺猬一样 你碰他一下 他马上就 那个刺都出来 非常强烈的反应 我们其实 好好地查看自己的内心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其实掌控不了自己 这不叫做自由 自由是自己能够掌控 我们要靠外界的物质 我们自己的情绪 这些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 我们想做的 常常老是做不到 做不好 因为我们自己 对自己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 让我们觉得 我们其实 是没有办法能力达到的 我们知道圣经 圣经有一节经文 我们大家都知道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孙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是圣经最常被用的 有人说圣经 第二常被用的经节 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 这是保罗讲他自己 保罗说 立志为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其实这个经文的前一段 说我也知道 在我里面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保罗所讲的 其实是人 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里面 没有良善 我们以为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其实心里想做的是好的 我想没有人说 我心里想不做好的 但是做出来 老是做不好 保罗在加拿太书 所讲的自由 就是说我们要回到 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本性的自由 好像神的本性 不会犯罪一样 我们人的本性 有我们人的本性的自由 这个本人的本性的自由 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才会拿到的 才会得到的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实在没有真的自由 不管是在哪里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能够摆脱 这些后天 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枷锁 才能真正得到自由 加拿太书 所讲的就是这一点 有人说加拿太书 是小罗马书 我们都知道罗马书 一共有16章 是讲很多神学上的事情 加拿太书 一共只有六章 是很小很短的一件书卷 它其实是保罗所写的 写的第一卷书卷 那么有人称它为小罗马书 改教的先锋 我们知道马林路德 德国人 马林路德 他有一个经验 他对加拿太书 有很深刻的领受 马林路德在年轻的时候 他自己觉得说 我需要好好的做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他若是做得不好 就一定会被神处罚 我想我们很多的人也是一样 即使信了基督 我们还是常常说 我们要做好 我们在这一系列里面 会好好的针对这些问题 去仔细去想 马林路德在年轻的时候 他要做得好 因为他这样子可以讨好神 他可以找到神 但是他自己知道 他一而再再而三 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犯罪 所以他自己觉得说 很痛苦 因为他做不好 后来他在读加拿太书 他突然发现 原来加拿太书的教导 是说他不需要做好 神并没有期盼 马林路德能够做好 神没有要求马林路德 或者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用我们的行为来变得更好 因为神自己已经为马林路德 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切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相信 我们若是相信了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 是为我的罪而代死 那么我们的罪 就可以因此而得到释放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完全释放的人生 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稍微复习一下 保罗第一次的宣教 这里有个地图 就是保罗第一次的宣教 保罗第一次出去的时候 是跟巴拿巴同宫 巴拿巴的家乡 塞浦路斯岛 那时候在圣经 原来翻译是居比路 我们今天都翻译塞浦路斯 保罗自己是大树人 大树在这个地图上是在 我去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地图 中间最大的一块蓝色的 就是地中海 今天地中海 那么右上角或者东北角 那块地方是土耳其 左边是希腊 或者巴尔干半岛 那么他们第一次出去的时候 是先到巴拿巴的家乡 在居比路 在塞浦路斯去宣教 然后他们再坐了船 在土耳其登陆 登陆以后 他们去了几个地方 一个地方叫安提亚 他们出发的地方也叫安提亚 这边有另外一个安提亚 同样的名字 另外还去了几个城 一个叫以戈念 一个叫路斯德 一个叫特比 这是那种红线的地方 特比路斯德 你再往东边走 你就看到有个地方 叫做大树 那就是保罗的家乡 所以他们第一次出去宣教 其实是回到巴拿巴的老家 跟保罗的老家的附近 几个城去宣教 那么这是当初 他们第一次宣教的 保罗写加拿太书 其实主要就是针对 他在土耳其的那几个地方 那是加拿太的地方 安提亚 以戈念 陆士德特比 这几个城里面的基督徒 所写的 这几个教会 合起来说是在加拿太 所以加拿太书 跟其他的保罗 所写的书信 有一些不同 他不是写给一个教会 他写给好几个教会 在同一个地区的 我们把加拿太书 稍微做一点分段 第一章到第二章 这两章 保罗主要的是在捍卫 他的使徒身份 以及他传福音的权威性 他为什么要捍卫使徒呢 因为他在那边 传过福音以后 后来有别人去 就说保罗根本就不是 跟着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原来的 十二个使徒里面 没保罗 他们攻击他的地位 当他的地位被攻击到以后 他的信息就因此 也失去了他的可信性 他的权威 所以保罗在第一章 第二章主要所讲的 就是在捍卫他自己的身份 他的传福音的权威性 那么从第三章到第六章 保罗所讲的是 加拿太书的主题 什么呢 是什么叫做恩典 神的恩典 神的恩惠 以及什么叫做自由 什么叫做释放的人生 所以加拿太书 基本上的六章 是这样的分段 我们今天所要看的 就是加拿太书第一章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经文 第一章第一节 说做使徒的保罗 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写信给加拿太的各教会 你们看到各教会 就表示说 其实不止一个教会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短短的五节 其实我们看看 我们把这五节稍微分作三点来看 第一点 就是自由 是从以前的自以为是的当中得到释放 这是真的自由 第二点是说 自由是白白的出于神的恩典 第三点是说 自由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 第一章第一节说 做使徒的保罗 什么叫做使徒 使徒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刚才说了 很多人说 使徒就是耶稣基督当初的十二个门徒 当十二个门徒里面去掉犹大 或者加了一个马提亚 使徒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叫做apastello apastello 就是去很远的地方 stello就是差遣 所以使徒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差遣去远方传福音的 那些人叫做使徒 从严格的定义 从教会历史上来讲 说十二个使徒 加上保罗 应该是 可能也加上巴拿巴 这是使徒 其实 我们如果被差遣到远方去做宣教 在广义的上面来讲 也是使徒 因为我们被差遣出去 保罗 做了使徒 他在做使徒以权 是一个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就是要一天到晚要遵守律法 有很多条的律法都要遵守 你不守律法 你就是犯了罪 你就不能进天国 这是法利塞人 很引以为傲 而且唯一最重要的一个他们的信念 就是 作为神的选民 我们要守律法 但是保罗以从律法的角度 守律法的角度 被耶稣基督呼召了以后 他变成使徒 当他做使徒的时候 他现在变成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使徒 听耶稣基督的一切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因为他以前自以为是 认为需要守律法 如果我们在加拿太书里面去看 就发现原来他从一个守律法的角度 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相反的角度 说你守律法是不对的 所以他以前自以为是的 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 当他传的福音出来的时候 他在这个自以为是的当中 原来的自以为是中 匆匆实实地得到了释放 第二我们要讲的是 自由是白白地出于神的恩典 第一章第三节说 愿恩会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归于这几个教会 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常常见面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说 弟兄姐妹们平安 这个平安这个字呢 其实是从犹太人彼此 犹太人彼此见面的时候 他们会说一个字叫做shalom shalom的意思就是平安 保罗在这里 跟他后来写的习书信一样 他在讲平安的时候 一定前面加上恩惠 为什么要加上贵 因为我们原来是依文不值的 毫无价值的 所以神用恩典来包容我们 神用他的恩惠来包容我们 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重视我们 也让我们可以因此 可以从烦躁之不安之中 可以得到平安 若是没有神的恩典 若是没有神的恩惠 基督徒是没有平安 任何的人也是没有平安 我们的平安必须要从恩惠当中 可以得到 这个就是加拿太书的主旨 恩典恩惠是一个很奇妙的名词 是一个神白白地赐给 所有不配的人的一个礼物 其实恩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我们是完完全全地靠恩典 所以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靠自己 是没有办法让神更爱我们 神本来就爱我们了 祂已经把祂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让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流血舍身 所以我们如果不好好体会这个东西 做基督徒 你其实做一些事情 可能你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可以得到神更爱你的事情 其实神已经不可能再更爱你更多 祂的儿子都给了你了 那么我们常常做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说 哎呀我们属灵上要有操练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读经 对不对 我们要祷告 同样的 不管是读经是祷告 你是常常去教会 还是参加聚会 这些事情 不论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 都没有 其实都没有办法让神更爱我们 因为我们的神 祂已经把祂所有的爱赐给我们 祂是一个无限的神 祂的爱是无限的 祂已经完完全全的 把祂的爱给了所有的基督徒 因此我们有神的恩惠 我们才能够有平安 我们才能平安地面对神 同时对待人 还有对待自己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靠自己 是没有办法对付罪的问题 只有神才可以对付罪 福音的宣告 就是神已经完完全全地对付了罪 我们也没有可能在这个神已经完完全全对付了罪的这个问题上 再加任何东西 你去读经好不好 读经是好的事情 你去祷告好不好 祷告也是好的事情 但是你心里不要期望说 我去读经我的祷告 我就变成神更爱的一个人 神爱你 已经没有办法再增加了 最后我们看看第四节第五节 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最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的罪恶的世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第五节是保罗写到这边的时候 他就情不自禁地把荣耀赞美归给于神 那么第四节是他当时要讲的一件事情 这里有几个字是很特殊的 第一个字就是这个世代 保罗在这边写着说福音 我们讲福音不是说 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 就到这个层面就结束了 保罗说耶稣基督受死的原因 第四节说 是为我们的罪得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保罗用这个世代这个字 是很特殊的 我们讲说罪恶这个世代 用空间讲叫cosmos 这个宇宙 但是保罗所用的呢 是讲说一个时间性的 叫做Ionus 这个时代 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前后的世绪 在这上面 人的罪是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以外 还要把我们从现在所生活的 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 能够救出来 救这个字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保罗大概是在圣经里面 唯一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救 通常讲救就是说 你在监牢里面我把它救出来 或者你在掉在陷阱里面 掉在坑里面掉在水井里面 把你救出来 那个是事实上的救 在这里呢 却是讲一个属灵上的意义 耶稣基督按照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救我们是属灵上说 我们要脱离脱离这个世代 因此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分别为圣 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代 所以我们在属灵上 因此被救脱离了 所以福音是一个拯救 是一个解脱 也是一个解放 保罗他曾经痛恨基督徒 他也痛恨基督 当然他那个时候不承认是基督 痛恨这个耶稣这个人 他痛恨到比所有其他的人都厉害 我们知道斯底凡寻道的时候 保罗年轻人他在了旁边 那些人要去丢石头 扎斯底凡的时候 就脱了外衣 保罗在旁边看的 那么这些人打死了斯底凡 在耶路撒冷迫害基督徒 这些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就因此 逃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 逃走了 这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就算了 不做什么事情 只有保罗 唯独保罗 他痛恨基督徒到一个程度 他在大基石那边取了一个状子 他要去外面 抓那些基督徒 抓回来 抓回来干什么 其实就是用石头打死 但是他在去大马 圣经上说是大马社 现在叙利亚的首都 他从耶路撒冷 要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基督向他显现 告诉他说 我爱你 我爱保罗 那一天 那一天保罗从充满了仇恨的心 突然之间被恩典击倒 他骑在马上 那个光照着他 他就浮浮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 他就跟天上的光说 主啊你是谁 恩典 在那一天 就是使他瞎眼的那个光 但是恩典 不光是那一照光而已 恩典后来 不但让他的肉眼 又见到了光明 更是除去 他本来自以为是的信仰 认为 他不光是说 因此他就不再抓基督徒了 而且让他匆匆 确确实实地体会到一件事情 他以为守律法是神所喜欢的 所以他要守律法 他要讨神的喜欢 好像马丁路德自己讲的一样 马丁路德在年轻时候 想要做好 想要做好 因为认为这样子神才会喜欢 恩典让保罗的肉眼 后来看见 恩典更重要的 让他的灵眼体验到 确实认知了 原来守律法 不是神所需要的 他的心灵的眼睛 因此就明白了 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 有首诗歌 我们大概都知道 这个诗歌叫做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的最起三句话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原文是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前面两句 其实中文翻得很好 奇异恩典 就是Amazing Grace 何等甘甜 说How sweet the sound 第三句话 中文说 我罪以得赦免 英文是说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什么叫做wretch wretch 你去查字典 百度啊 什么什么 去找 wretch这个字的意思 是 卑鄙无耻到了极点的人 做这首诗歌的人 说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甚至会来拯救 像我这样 卑鄙无耻到了极点的人 亲爱弟兄姐妹 这个不只是说 我罪已经得到圣灵 而是一个 卑鄙无耻到了极点的人 神都爱他 愿意去拯救他 做这首诗歌的人 叫做约翰牛顿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运送奴隶 非洲的黑奴 到欧洲 到美洲 一个船的船长 历史上 历史上的记载说 非洲的黑人 被西方列强 拘捕了以后 变成了奴隶 大约一共有六千万 六千万的黑人 被拘捕 是要送到欧洲 要送到美洲 去做奴隶 但是真正能够达到欧洲 能够达到美洲 去做奴隶的 是这六千万人里面 比较幸运的 因为他们活下来 活下来有多少 两千万 我们现在回想一下看 非洲的历史 六千万的黑人 其中四千万 连奴隶都做不到就死了 约翰牛顿 就是这里面的凶手之一 他就是一个船的船长 他的船的作用是什么 就把这些拘捕住 逮到了这些黑奴 运到美洲去 运到欧洲去 当约翰牛顿 接受耶稣基督 为救主的时候 他真是认为 他自己是一个 卑鄙无耻 到了极点的人 是一个wretch 所以他充满了 他充满了感恩的心 说其恩典 何等甘甜 竟然会救一个 如此卑鄙无耻 到极点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 他不得不承认 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奇妙的 其实不光是约翰牛顿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得到了这个奇异的恩典 我们也许我们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也许我们不知 卑鄙无耻 到了极点的 但是我们都是一个不配的 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 在我们不配得到 神的爱里面 神却爱了我们 所以不但爱了我们 给我们有一个释放的人 给我们有自由 真的自由 让我们能够摆脱 后天 加给我们许许多的枷锁 如果我们还坚持 说我靠自己 可以努力 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实在是枉费了 神所赐给我们的 自由的 白白的 救恩 恩典 我想 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真的有自由吗 还是说我们因此 要牺牲了很多的自由 我们是要摆脱这些枷锁 让我们 在主的里面 能够得到 真正释放的人生 让我们在主的里面 不再受这些枷锁的约束 希望借着这一系列的 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体会 保罗在加拿大书里面 主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是什么 感谢主 也谢谢大家今天 在这里我们一起 去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的恩典 因为你 完完全全的爱我们 你把你的独生爱之 赐给我们 让他在十字架上 流血舍身 为我们的罪 代为受死 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里面 因为你的恩典 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自由 我们真正能够把 世上所有的枷锁都摆脱 是我们能够 坦然无惧地 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主你自己看我们 是何人的美好 因为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意 来看我们这些罪人 我们如今 活着不再是 原来的样式 而是透过耶稣基督 批带耶稣基督的意 在你的面前 得到主你自己的喜欢 感谢主 求你祝福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位朋友 这样一起去祷告 那是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